但我觉得你是一个蛮开朗 应该就是蛮那个 不会吧 可能也有些自闭倾向的 所以说有两面性 还是两面性 内心还是可能是 有些些那个 冷漠的 落寞的 这种感觉 没发现 是的 那你就是 过去的感情经历 就是带给你一些怎么样的 变化吗 谈朋友的话 谈恋爱的话 肯定会对自己 我觉得是有成长 而且 我 跟朋友分手的话 好像也没有说什么 不开心 大家还是朋友 那为什么要分手呢 其实说白了 其实就互相 就真的没有感觉了 你之前 就是都是这样的原因 你感觉说的是好多次 没好多次 开玩笑 没有 就是三次嘛 就是都比较和平 但是有一个 因为时间比较久了 然后都已经结婚了什么 那就不再怎么联系了 还有两个 谁结婚了 一家的朋友 一家女朋友 他结婚了 结婚了 都结婚了嘛 你也会关注到这个点 对 就是结婚之前 大家还会向朋友 一向聊聊天 回来 就他结婚之后 你觉得就不联系 会比较好 就渐渐的 淡淡的 自然而然不联系的 倒也不说刻意的不联系 当然过年过节 大家问个好 或什么样 有时候问个好 什么很正常 那你性格真的蛮好的 反正大家曾经在一起过也算一种缘分 虽然没有结果 那也没有办法 对吧 不是说每一次在一起都是有一定很好的结果的 但是过程中大家都努力过 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是没有办法你去掌控的 就比如说你两个人谈婚人家阶段 你一定要到爸爸妈妈那边去 对吧 肯定会了解两个人家庭 那两个家庭就涉及到两个大家族 你扩散看来可能就是会涉及到很复杂的问题 因为有很多朋友 他们谈朋友谈得蛮好 然后涉及到 就是结婚的 对 那一步 然后家庭层面就中断了 那最后还是败给现实 就是真的没有走下去 这也没有办法 因为并结婚不是光两个人的事情 我觉得爸爸妈妈应该大多数还蛮开明的 但是你涉及到结婚 他们肯定会从很多实际层面 或者说从更多为你依靠 他们的角度不一样 对 角度不一样 你会看到很多你看不到的问题 对吧 跟你新的认识 那你去发现原来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爸爸妈妈的意见 也会对你有很大的影响 不像以前对吧 现在爸爸妈妈的感受 我觉得也是挺重要的 对吧 就毕竟结婚想像这个事情 不是两个人的事情 还是蛮重要的 还冷啊 现在 不能不能 现在反而不太冷了 如果比如说 像有一个 就是你喜欢的男孩子 或者说他也喜欢你 你会不会做一些比较 也不是说疯狂吧 就是比较 你平时不敢做的事情 比如 比如说 就两个人出去旅游 或者说 以前你在学校里 你会很主动地跟一个男孩子表白吧 应该都是别人跟我表白的吧 对啊 就是说都是很被动型的 对吧 啊 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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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呢 现在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就是说如果真的碰到一个自己 还蛮 我会想方设法让他跟我表白 就是你爸妈妈会对你目前的这种情感状态会有一些看法吗 会有一些压力吗 对你 压力没有 压力没有 那么开明吗 爸我爸妈妈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爸妈妈 他们从来也不会说一定要给你说说什么安排什么什么什么 去说说要去相亲啊或怎么样的也没有 他们也不会去说督促你或是催促你去做这件事情 嗯 但是呢他们很聪明 他们会有时候会跟我说一些 变着法子 对 他说哎 我同事今天他 他那个女儿 懂了他用别的方式 对的 他女儿 他说哎 他说生了个娃 对吧 二胎了 对的 一个二胎了 一个说哎呦 他儿子好可爱 好可爱什么东西 一样的 可能女孩子我觉得比男孩子更 那个一点 对 更稍微急一点吧 这个也比较现实我觉得 也可以理解 对也可以理解 这人可以理解 嗯 特别作为爸爸来讲 对吧 是是是 其实爸爸心里很矛盾的 是不是 他每次去别人婚礼上 看人家嫁女儿们又哭 对又不舍得 他回来没有要说你 对 很矛盾 我觉得这到底是在干嘛 很矛盾 但就是现在其实越来越理解他 对 就是试着嘛 试着去理解 对吧 可能长大的一个代表也是感同身受吧 所以我觉得你的价值观 真的还蛮好的 那你塑造了很多年了 也是 也是经历过来 不断地磨合 不断地调整 对吧 不断地打造 因为我身边的很多人 其实他们比较多会 就是说抱怨原生家庭 这种 因为我发现 对我来说就还好 因为爸妈就还 还好的 那这个是没得选择的东西 这与其抱怨 还不如自己努力一点 嗯 对吧 就是两种态度吧 一种是 永远觉得当下没有给你最好的 第二种是 你永远可以在当下做出一些 最 最好的选择吧 那你会不会平时去做一些什么工艺之类的 经常 比如说呢 嗯 我以前做过工艺的全职工作的 是吧 嗯 是哪一块工艺啊 是 心灵工艺 就是 心灵 可能比较注重大家心智上的一些教育 嗯 做了有一两年吧 因为我会觉得工艺这个工作很能够进化人 是 它可以进化你那个本人 所以我为什么要问你工艺就是我觉得喜欢做工艺的至少 心不坏 对对这个是我觉得还蛮还蛮基本的东西 就是我外公一直从小就是对我们的教育就是你最底是做一个善良的人 那那 那比如说会不会在做工艺的时候比较会碰到一些 事情 差不多 不不不不不 差不多的人就是觉得 什么人 就是比如说男生啊 碰到一些一些可以聊聊然后发展一下的 倒是没遇到 因为做工艺也是女生偏多 也是女生偏多吗 真的 真的啊 哎我之前去做志愿者还是男生还蛮多的 那我们做的工艺可能不太一样 就是可能我们那种心灵类的女生 也是也是 我那时候做志愿者 做那个这个残望会的嘛 哦体力活 对 可能是对对男生多一样 那有没有什么 比如说现在特别渴望这种 就是爱情的到来 有没有这种想法 特别渴望 还好吧 也还好 因为怎么说呢 你怎么怎么怎么说呢 你怎么渴望呢 就是 就当他还没有来的时候 你你你太渴望 就也代表一种失望啊 是的 只能说一直做好准备吧 那有没有那个就是说有一个理想性的人 人 就理想性的 就不像你说希望一个这样的礼物到来 有些理想性是怎么样 嗯 一个就是刚刚说那个点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共同的梦想吧 嗯 这样的点 因为这可以我觉得会更长久的支撑这种关系 第二个我觉得对方应该是一个很爱自己的人 爱自己 就是比方说会照顾好身体啊 照顾好身边的人 嗯 之类的 因为我觉得只有只有照顾好自己的人你才可以说别人这样子 不然你是空他嘛 就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是有点自然 有点自然 是吧 对 这个这个导师啊 这个是蛮实际的 对对对 还有就是可能他有一些我做不到的东西 会让我很想 对对对对对有点 那你哪些方面你觉得是自己还不够的需要需要 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静态的人 静态 就是静态是指 不管是喜欢的兴趣爱好还是运动都是比较好像要 固定的 对对对 一层不变的 我爸说我是乌龟型的人 但是我觉得 就喜欢了这个就不会变了吗 还是说 不是不是 但是我觉得对方最好可以不要那么安静 就不要天天跟我一样是喜欢 只是喜欢坐在那里 最好不要那么的乌龟型就是 动一动的 对不然不是很无聊嘛 那是还蛮明确的 还明确吗 对啊 你自己是比较安静的嘛 你喜欢说有一点活泼了一点 然后是希望能够 阳光一点 对对对对你有一些些帮助 是是是 那是互相的帮助吧 对 最好我也有一些点对方是觉得可以 不是说帮助吧 但是是可以有就是一加一大约二的感觉 对对对对 那是不是对现在还挺挺满满足挺直足的现在的状态 其实其实现在状态我觉得也是也蛮OK的也蛮OK的 就有一点我跟你讲想法是蛮巨统的 就是说我也是准备着 但是不会说一定是苛求它一定存在 就像你刚刚讲那个礼物 就是这样子对你首先你要把自己做好 这也就是我这么多年明白的最厉害的一个道理 对你是自己变成那个礼物 对你才能吸引怎么样的人嘛 那你自己如果还不是很OK 那你能吸引的一个一个对象肯定也不是很OK 对 这是比较现实的嘛 对吧 那现在对你来讲怎么样会更满足呢 如果有一份比较好的爱情的话我觉得就是最幸福的 就是为现在生活起码是天分的 对 如果其他的都还比较好的 是的 是的 你定义的自足是什么样的 你怎么定义这种自足的概念 我定义可能是就你有和没有你都有一种很平衡的状态 那像如果现在没有的话你会不会感觉比较自足的 我比较自足 也自足的是不是 有也是天分项 对对对 就是现在就算了90分好了 有的话就98分 有的话就是一分 一分啊 那好像这天分天的不是很多吗 对 满分92嘛 哦 满分92 这样子可以可以可以 我这几年确实比较容易对现状比较 也怎么说呢 可能这种自足也是我目前自己的一种一种一种心理战术 因为不得不自足 对 就现实摆在那边 对对对 但是你会发现 当你这种心态变成这样之后很多事情就会变了 好像就还蛮神奇的 那你对自己的一个就是个人来讲经济技术你觉得满不满意啊 就是个人的经济技术 满意啊 也挺满意对吧 嗯 我就可以养活自己 那有没有比如说更高的要求或者更更大的一个事业 我希望我可以出到更多的财富 因为我还想做社群啊 那你对金钱这个欲望你觉得是非常强烈 很强烈吗 我也是懂金融的人 你是纯粹的数字上面你觉得有欲望 还是说比如说 我会对我自己去赚到钱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能力的体现 也是说实话 一个认知的变现 自己能力的一个变现 你如果你说白了 你赚不到你说啥呢 我觉得空谈是没有用的 那如果说比如说你男朋友 男朋友在那个和你谈朋友的时候 在精神层面上面 或者在就是肉体层面层面上面的出轨 你觉得哪个更不可原谅 或者说两个都不可原谅 或者你怎么看 都不太能原谅吧 都不能原谅 对因为我觉得都已经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应该都没有什么可以原谅的吧 其实你觉得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都不能接受手心 也是不能接受 但如果一定要分 我觉得精神更不能原谅 更不能原谅是吧 我感觉你还是蛮正能量的 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也有自己的一个规划 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呢 没有 真的 因为我自己这几年 确实也是在找寻一些东西 我可能有五六年之间 都是在这样的自我重塑吧 我觉得 其实也真的是一点一点 要经历很多次蜕变吧 如果就是一年前 我觉得我都不是现在这样子 一年前都不是现在这样子 那变化还蛮大的 昨天也不是现在这样子 对 那今天变化更大了 花生一点时候是这样 是吧 你真的可以回去看那本书 对我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我知道了 蛮好的 从哈佛到奥弥陀佛 我记住了 这个茶还挺好的 冷掉了就是 一开始太烫了 对的对 你等下直接回家吗 是 等会儿和朋友再吃个饭 那下次如果 反正看哪天有时间 还可以再碰头的话再碰头 好的 就是如果之后有时间 你也是有时间的 对对对 那肯定的 肯定的 时间本来就抽得出来 好的好的 是是是 嗯 那那今天先这样 好的 你是冬表的还是冬表的 一起嘛 一起嘛 好 谢谢 对对对 你看一下 这个金额对吗 那那先这样 是的 那我们就撤呗 撤呗 撤呗 好 对面有个小公馆 对啊 哎 宠物店 关了吧 好 我好像是的 今天真的算天气不错 对 真的 我本来以为今天很冷很冷 然后发现 哎 还不好 他跟我去室外他 好吧 差点没穿个玉绒服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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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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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